我们接着讲凯西的故事 从凯西对《轮回转世》解读的观点来看 我们每个人并不是被动的 照着写好的剧文扮演角色 实际上我们都主动积极地参与了 我们的每一个生命历程 第一个是讲报应力 就是讲这个报应 一提到轮回转世的报应力 大多数人的理解是 我们面临的困难 经历的亲属关系 是我们的报应 在泛语 卡玛一词被解释成因果 最已能注目的却是凯西独特的解释 报应可以简明地定义成为 业细种子 报应并不是一堆债务 需要我们去偿还 而是一种我们存储在潜意识里面的信息源 这些业细种子存储在我们的非贤意识里 并且施加影响于我们的各种能力 正确或错误的决定 与他人的关系等 例如一个人某一世 深受另一位的欺辱 并因此含有深深的愤恨失去 既有可能这一世 他们决定一起解开 对他们成长不利的这个结 这样他们可能以夫妻 父子 同事等关系出现 但是他们深长地在潜意识里的情节 不断地影响他们的判断 无理由地猜忌 不满 不信任 不断地浮现 于是危机出现 双方都在想为什么是自己的报应 却遇到这么个人 如果某人 以原谅和关怀对待危机 那么潜意识的记忆对他不再起作用 因为爱的恩典已将其改变 反之以打击 迫害或其他非道德 手上去解决危机 那么你的任务失败 更多的愤恨和恐惧 陈处在潜意识中 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 冤冤相报的结果 在凯西的解读报告中 这类的例子很多 一个人死了以后 这个灵魂有机会回顾 包括刚刚经历的一生 和前世的所有事件 思想和行为 这些记录就在你的潜意识里 然后灵魂有机会决定自己 还需要学习和修炼的 以成为更完美的个体 当时机来临的时候 灵魂再降生于世 总的来说 灵魂是集体转世 我们选择我们出生的地点 父母兄弟姐妹 甚至伴侣和孩子 我们自己决定采用男生 或者女生去经历这次转世 这些选择的目的非常明确 最大可能地完成你的学习目的 而最高的目的是 完全地表现你的爱 无论是面临如何困难和挑战 而任务完成以否 其决于我们用与生俱来的 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 遭遇自我呢 这是凯西解读中 关于人与人之间 所谓报应的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概念 解读指出人与人 并没有所谓的报应 报应只存在于自己的境界中 是一个自我报应 就是自作之受 当我们每每遇到 让我们讨厌的人的所做所想所说 让我们发怒生气恶 奋起反击时 这些让我们讨厌的 往往正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它通过我们每天遭遇的人物 事件 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自己 遭遇自己 挑战和培养我们的耐心爱心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动态的遭遇自我 当你某一天看到 所有人心中有爱 有佛 有主 有神 那么恭喜得到 否则的话呢 下一次免不了 还需再走一遭红尘 尽管我们的报应 基本上是我们自己的 但是我们却常常为一些特定的个人和小圈子所吸引 这些个人和小圈子 使那些最大可能的一些人提供给我们所需经历的环境和关系 这些以家庭关系 工作关系 以及文化和社会关系 甚至是民族关系 都是群体转世的现象 我们从不会无缘无故地遇上某个人 也不会没有理由地对某人有出遇情节 出遇的情节就是正面的或者负面的 在实际生活中呢 我们无法完全地搞清楚 为什么我们陷入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状态中 但想想看 找出原因似乎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付 假的 社两个人都丢了工作 一个人花大量的时间经历去 愿单位 愿同事 愿家庭 愿自己 而另一个人则将其看成是一个新开始的机会 转世不仅仅是属于东方的概念 而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的教义中 这个概念帮助我们对每一个人的经历 因抱有理解 同情和联系 就是当我们对轮回的概念深深地相信的时候 我们对所有的众生都会有一种理解 同情和联系 也就是说 慈悲 平等性 智慧的人们 这是把它看成一个帮助自己理解生活意义的手段 凯西的解读这么说 在学习中要明白自己的方向 去找到自己生活过的地方 并不能让某个人成为一个好邻居 好公民 好父母 但是去知道因恶意的言语 而让自己为此而受苦 并且现在可以改正过来 这才值得 他一生当中治病救人 可以说是一个大善人 他曾经做了一万四千多个这样的案例 包括这些意愿 包括这些观察 人的前世和指点人的迷津 给人家治病等等 其中两千五百个案例 都是与轮回转世有关的 后来的学者对他的研究有很多 基纳赦敏·纳拉博士写的《生命多重》 是对凯西的神通异能的 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分析 凯西的神通异能 通常都是他在自我催眠当中才出现 比如说有人来求救他 他就首先躺在一个长椅子上 进入催眠状态 他自己进入 然后呢 他在催眠状态中 好像有好几个神灵 就借着他的口来说话 比如说 开出一个药方 或者说出一段预言 都是很神奇的 后来就苏醒过来 在这个肯德基州的一位年轻的妇女 刚刚生了一个孩子 结果这个婴儿呢 前身患于一种神经经兰的症状 前身都发抖 像癫痫那样的样子 结果呢 三位主治大夫呢 来给他抢救 眼看着这个孩子快不行了 都没有办法抢救 最后这个母亲很绝望 听到有凯西这位妻人 于是就请凯西来帮他治疗 结果呢 凯西在自我催眠的状态中 他就说出了一个药方 说你给这个婴儿呢 吃一种毒药 这种毒药的名字叫 颠茄 吃了之后会死人的 医生说不行 什么能让小孩子吃毒药呢 绝绝反对 但是这个母亲已经绝望了 没有办法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们就试一试吧 没希望了 结果让这个小孩子去吃毒药 没想到 一吃下去呢 这个婴儿奇迹般的就好了 他全身也不发抖了 后来他就健康地恢复过来 所以种种的这些案例很多 都是非常神奇 用现在的医学科学 没办法解释 凯西用他的观察来看人呢 往往把一个人为什么会得这种病的病因都讲出来 他说这种病因往往是前世所造的 这种病因呢 他用一种东西来做比喻 他说这是一种业力 他用英文叫卡妈的这个字 就是叫做业力 他说业力像回旋标 扔出去 它又会转回来 当你做出一样事情 所造的这个业出去以后 它又会回转到你的身上 你自己会得到同样的这样的报应 我们给大家讲他几个案例 来理解一下他所说的回旋业力 第一个案例 凯西有个病人 是一位40岁的妇女 这个妇女从少年时代呢 她就得了一种全身过敏增长 她的过敏症呢 表现为当她每一次吃一些面包 一些骨类的食物 她就会打喷嚏 而且每逢遇到一些化学药品 化学制品 譬如塑料啊 眼镜的这个胶圈啊 反正是塑料化学制品 她全身都神经痛 这个病症真的是疑难杂症 医生给她治了好多年 都没有办法治好 一直到她40岁那一年 她就找到凯西 来帮她反观前世 看看她到底这个病因出在哪里 结果凯西给她观察以后 就告诉她 她这个病是一种业力病 因为这个妇女全世呢 是一个搞化学的 就是制造化学药品的人 这个人呢 所制造出来的一些化学制品 让很多人都皮肤过敏 而且呢 这个物质呢 到空气当中 让很多人都中毒 所以呢 就是因为她造了这种业 导致她这一生呢 也是有相同的症状 老是皮肤过敏 老是有神经痛 所以呢 你看 她搞化学的 我们说是科学家 科学家制造了东西 如果是对社会大众有害 都会有果报 所以呢 你看看那些生产原子弹的 生化武器的那些呢 将来的果报 真是很悲惨了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业 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真是要好好的选择 假如这个行业 如果对大家有好处的 有利益的 我们做就会有好的果报 假如这个行业 对大众有不良的影响 带来坏处的 将来我们也得受果报 所以最怕的就是路错了行 路错了行呢 将会受到因果的报应了 第二个案例呢 是凯西的例子 是讲一个双目失明的这个病人 这是一位大学教授 这个人很聪明 能够当上大学教授 但是这个人呢 天生的双目失明 残疾人 他也是整天 想治他的病 让他眼睛能够恢复一点视力 都没有办法了 结果后来 他在一个广播节目里 听到了凯西的这个视力 因为凯西当时在美国 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了 广播电台都经常地报道他 完了之后呢 他就去找这个凯西了 警察资料 凯西呢 也是用自我催眠 去看这个人的前世 结果找了好几世 终于找到他的双目失明的原因了 原来这个大学教授呢 在公元前一千年 时候 他在这个波斯国 就是现在的伊朗 在那个地方呢 一个野蛮的部落里面呢 生活的一个部落成员 那个部落很残忍 每天都跟其他的部落打仗的时候呢 抓回来的俘虏呢 就用一个烧红的烙铁 来弄瞎敌人的眼睛 这个大学教授那一世 就专门地干这个工作 他就是每次用烧红的铁 去把人家的眼睛给弄瞎 所以他感应这一生的果报 就是天生的双目失明 回贤的与业力 赵鲁士英 得鲁士国 自作自受 第三个案例 有一个少年 因为车祸导致急助数重伤 让他瘫痪在床上 虽说他的家人也为他进行了治疗 可始终没有效果 当时的凯西呢 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了 在知道他的事情后呢 就是男孩的母亲就来找到了凯西 想要凯西帮助他们一架 于是凯西呢 躺在床上进入了沉睡 在梦中 在这个催眠中 他看见这个男孩的前世 他看到这个男孩前世 是一个罗马的士兵 当时他们正在迫害基督教徒 而也正是这样的恶行 这才造成了他今生的苦难 于是他开始教导男孩 如何自己受罪 果然没过几个月 他们遇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医生 并且治好了他的瘫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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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